好,大家好 咱们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 果然finder 然后的话它是一个UI UI的话它这个监控的话 是比较 它这个图形界面的话 是看的是比较炫的 然后的话它和我们的一个 Parameter似的 然后的话它是提升度也是很高的 我们这里面的话我们去安装一下 安装的话我们先去看一下怎么安装 先去它的一个官网 大家看到然后它这个图形界面 是那个非常的一个线的 然后的话我们是get 然后的话我们去下载一个 下载一下 然后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那个link的版本的 看看它支持的版本是相当的多的 相当的多的 嗯,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zheightCNOS 我们直接是往下偏薄 当然你也可以去使用一个二进制的 但是的话我们这边 嗯,这个的话更方便一些 我们这次的话我们把它去安装到一个 我们就叫75上面 应该是 哦,也是可以下载的 我还以为是又要 要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才能下载呢 稍等下应该很快 好,那我们现在去安装一下 要不赶快那个look used to know 然后的话是 嗯,安装一下 这个是那个5.32.1 嗯,稍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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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它也有一些依赖包 还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的话它还是依赖了一个EPEL包 所以说大家那个装程序的时候的话 把那个,那个,嗯, 嗯,Base基本缘和那个EPEL缘都把它装上 好,现在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我们把它去启动一下 嗯,够了翻了 然后设计了 我们把它开机式起 现在应该是已经起来了 起来的话应该是 默认应该是江青的深圳端孔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目的密码 看到 是江青的那个三千端孔 是江青的那个三千端孔 嗯,175 看下来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可以了 我们去摸密码 看一下这个摸密码 看下这个摸密码 看下这个 Admin,Admin Admin 密码的话都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让我们改一下密码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的话我们去配 我们去配一下它的一个数据源 这里这一步的话已经安装完 然后下一步就是配置一个数据源 添加一个数据源 然后的话我们的名称是 名称可以配复起 然后我们就选择它的类型 看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那个数据源 它也可以直接这个 从数据库里面去取数据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直接是 Permitless 然后的话我们就使用attp 就开始掉了 98.20.174 然后是9090 访问类型是一个某浏览方式访问的 然后我们再保存测试 然后的话已经工作了 只能用ok了 ok的话我们进行返回 我们再去设置下一个设置一个 Digibud 我们来去添加一下 然后的话这是第一个面板 我们来去编辑一下 编辑然后我们把那个名称的话 这个名称我们是CPU 然后我们把之前的一些拷贝一下 这是CPU的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 Digibud的名称 名称的话我们叫 log节点吧 放在哪个文件夹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这是一个那个CPU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应该写的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那是什么 这里面是说 这个为 在从那个从这个信息里面 那个从这个提示里应该可以看到 说这是你保存的一些 你去管哪些 可以做一个注释 我们这里面就是那个随便填了 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CPU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面板 我们这里面 然后我们再去添加一个 然后编辑 我们把那个TitCard 我们跟那个核达一个把它添加到一起 这是CPU的 我们在这里面去添加 把它放到一起 然后的话这边是一个 这个是内存 Memore 然后M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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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保存 然后这个注释信息是添加内存 好 那个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我都添加两个 然后硬盘的话我都不添加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是不是现在的话可以显示我们一个CPU内存 这样的话可以脱转 这样你可以自己去那个想添加想监控一个什么目标呢 然后你自己在下面一个去添加 好 那个关于那个一个那个Gram Funnel 然后一个简单的使用的话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到这里 简单介绍到这里面 然后的话你自己可以那个去摸索一下 它都是一些图形操作 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 我来来看看 chociaż顾雅 percent 由 。